我姐们时候要参加巴黎一个贵妇派对 因为有事走不了 于是我这个草根去了 享受了让我毕生难忘的三天两夜贵妇行程 错过前面故事的 欢迎去我主业补课 一晃到了行程的最后一天 前一晚的干了晚宴之后 睡了一个懒觉起来 我把行李收拾好 准备跟我住了两天的套房说拜拜 房间里面有个吧台 里面有各种鸡尾酒 零食还有饮料 虽然我消费的话 不用我掏钱 是主办方直接结账 但我还是觉得 价格比外面贵太多了 不划算 住了两天 嫩是傻也没碰 当我把入住时 主办方送的接风鱼子酱打包了 拿回来之后 我一直在冰箱放到现在没舍得吃 希望没坏呀 出酒店 司机把我的行李搬上车之后 全程陪同我的PR小姐姐带我去了巴黎加米其林一星餐馆吃午饭 其实这些食材呀我平时也有吃 但到了米其林餐馆 他们把份量弄成一小口 再加上各种装饰造型之后 就变成了你吃不起的样子了 比如这碗豌豆汤 再比如这盘只有两片的猪甲鱼 还有这个把汤汁打成泡泡就变成了分子料理的龙虾 但法国人做菜呀确实好吃 很多调味的运用都是恰到好处 能把食材的鲜美最大化的展现出来 吃饱喝足之后 进入我本次活动的最后一个行程 珠宝艺术展 到了博物馆 主办方安排的私人讲解员已经等候多时 在这里可以看到法国数百年的珠宝演变式 这些价值不菲光彩夺目的藏品 简直闪到我眼花缭乱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为都是非卖品 所以逛这里完全没有压力 珠宝展看完之后 就到了回程的时间了 从巴黎到伦敦 火车是最便捷的方式 司机把我送到了欧洲之星火车站 我以为呀 我的贵妇行程就到此为止了 结果还是太天真了呀 马上就有工作人员迎了上来 帮我接过了行李 越过旁边一大堆排队的乘客 我跟着工作人员 直接走了VIP通道快速通关 过完案件 里登车还有些时间 工作人员说 先领我去贵宾休息室坐一下 要知道 我上个月刚在德国机场休息室门口啊 被大妈歧视了 心里有阴影 所以有点不自觉的在想 等一下如果又遇到 递死我的前台怎么办 对了 话说我的投诉信 到现在都没有收到回复 只是拿到了一个投诉编码 以汉沙的办事速度啊 估计还要等好几个月了 结果这里 工作人员打个招呼 就被带了进去 我休息了一下之后 上车前 工作人员小哥又来接我了 把我送上了火车 还帮我把行李放好 此刻 我有点体会到了 什么叫游舍入解难 在巴黎吃了几天大餐之后 欧洲之星商务仓的食物给我啊 居然有点难以下咽 此刻 我突然好想念家乡的 啵啵鸡 串串香 还有麻辣烫啊 两个小时之后 火车顺利到了伦敦 主办方安排的司机 已经等候多时 大半把我送回家之后 到此 我三天两夜的贵妇之旅 正式结束 好了 下期我单开一个番外片 讲我这次贵妇爬之行 遇到的各路八卦故事 和人生感悟 今天的小英文 鱼子酱 Caviar Caviar OK我是Nana 欢迎关注 明天继续来听完把罗门阵